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被第三次刑事起诉了 这一次比前两次稍微好一点 那就是法院并没有对他进行逮捕 但是很显然特朗普的抗争更为的强烈 他又一次对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而且特朗普甚至扬言说 如果再有对他的第四次刑事起诉的话 那么无异于宣告他会当选美国总统 因为特朗普骄傲的说起诉他的次数越多呢 他的选民就越支持他 特朗普这么讲倒不是说大话呀 他是有凭据的 因为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共和党的支持者中有54%是会把票投给特朗普的 换句话讲 特朗普在共和党中的支持度是一记绝尘的 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够挑战他了 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因为民主党对他不断的司法追杀所导致的 民主党的起诉引发了共和党的同仇敌 开始的特朗普的支持度越来越高 以至于很多人都在问 民主党未来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过 对特朗普的起诉那是一环扣一环的 而且呢罪名是越来越严重的 美国检方对特朗普的第一次行事起诉呢 主要缘由是说特朗普此前拿出钱给某个宴兴封口 那个宴兴当年可能和特朗普有过一段交往 因此当特朗普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宴兴要把他们的往事揭露出来 使得特朗普很不爽 因此特朗普要拿钱去封口 哎 这是违法的 对特朗普的第二次起诉呢 美国检方说 他涉嫌把大量的机密文件拿回了家 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 这当然是重罪了 你把美国最机密的文件拿回家隐秘起来 你要做什么 所以美国检方因此要求法院判特朗普500年有期徒刑 但咱这么讲 这两个起诉啊 对特朗普的杀伤性不大 为什么 第一 特朗普这个人 他个人品质如何 美国老百姓是心知肚明的 你说如果一个圣人君子突然有点这个桃色纠纷 那绝对是大新闻 可是特朗普这样的人 他缺桃色花边新闻吗 他一点都不缺啊 什么时候他没有桃色新闻了 那恐怕才是大新闻 所以这对特朗普来讲没有什么杀伤率啊 而另一方面呢 所谓的机密文件 特朗普自己就说了 他此前是美国总统 他有权利定义某个文件是机密 或者给他解密 这些文件他都看过 他只不过把这些文件拿回家了而已 而且特朗普说以往历任美国总统卸任的时候 都有可能拿一些机密文件回家 这是一个无心之错 虽然说这也有问题 但民主党揪住这一点攻击特朗普 显然难以服众 而这第三次的起诉呢 说实话对特朗普多少有点杀伤力 为什么美国检方说 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暴乱事件 和特朗普有关 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败选之后 不愿意承认自己失败了 反而不断的煽动自己的选民 才导致了这场恶劣事件的发生 甚至检察官说 特朗普可能犯有叛国罪 咱这么讲吧 过去200多年的美国政治 两党之间 不管有多么严重的矛盾 好歹啊 台面上的人物 都是挺像证人君子的 比如说一方的总统候选人 如果败选的话 大概率他会比较礼貌的 和对手打个招呼 打个电话说承认败选了 那么接下来 大不了四年之后再战吗 可是美国历史上 还真是第一次出现 像特朗普这样 从不承认败选 还要继续抗争的人 以至于2021年1月份 有这样的国会山暴乱 甚至很多人以为 美国是不是都要打内战了 所以如果民主党真的能证明 国会山暴乱和特朗普 有直接的关系的话 那或许对特朗普来讲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问题是特朗普方面也表示 他的行为从来没有逾越法律 人家支持者自己生气 要攻陷你国会山 管特朗普什么事呢 当然美国检方实际上 将来可能还会对特朗普 有第四次第五次的起诉 现在就有很多州指责说 特朗普当年不承认败选之后 他的行为要推翻美国的大选结果 这就是一种叛国的行为 但很显然 不管未来特朗普 还会被起诉几次 这似乎不会影响他的总统之路 为什么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 他对于什么人能够参选总统 标准放的是极宽的 宽到什么状态 只要你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 不是后来成年之后才加入美国籍的 而且你年满一定的年龄 你就可以参选美国总统 那么假设这个人正在被司法起诉 甚至说假设这个人已经三审定验 要在监狱中服刑了 他可不可以参选美国总统呢 可以的 因为美国法律没有规定 不可以 那么当然就是法律不禁止 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特朗普也几次三番的叫嚣说 哪怕民主党继续的起诉他 哪怕有一天他被司法判定有罪 他也会继续参选美国总统 也就是说未来美国很有可能出现一位 在监狱之中服刑的总统 但是当然我们还知道 美国总统有一项特权 那就是可以特赦罪犯 其实几年之前特朗普还是总统的时候 他就问过这样一个别的总统 不会问出来的问题 那就是作为总统 他有没有权利特赦自己 当时很多人还说 特朗普是不是想给自己买一道保险 他先拟定出一个法律 说以后不管自己犯了什么罪 他都可以特赦自己 这实际上已经引发了一场宪政危机了 而现在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切实了 如果假设特朗普当选了总统 而正好他当选总统之后 又被法律判定有罪 他要在监狱中服刑 在监狱中办公的话 他可不可以特赦自己呢 以往的美国总统 当然可以特赦任何一名罪犯 甚至连道理都不用讲 可是还真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会特赦自己 是的 美国的立国先贤们 没有想到两百多年之后 美国政治会演变出这样一场闹剧 美国立国之初 为什么对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放得这么宽呢 就是他们不可能想到 有一个人在被多轮司法起诉 还有可能进监狱之后 还有脸去选总统 而且还有那么多人会投票给他 让他有可能拿到一半以上的选票 他们也不可能想象得到 把特赦的权利交给总统之后 总统有一天会说 我要特赦我自己 当然在特朗普不断遭遇到司法追杀之后 很多人也在问一个问题 民主党这样肆无忌惮的去起诉特朗普 到底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这是因为民主党怕了特朗普了 他们觉得特朗普2024有很大的胜选优势 而很显然呢 拜登有极大的劣势 所以他们担心拜登选不赢 因此要去起诉特朗普 是的 美国总统拜登的弱点 大家都看得到 今天我想没有哪一个美国人 还觉得拜登是没问题的 拜登总统过去两年多以来 荒腔走板的各种经济政策 已经使得美国陷入到深渊中了 更关键的是他自己好像真的是神志有点不清晰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 特朗普有花边新闻 这是个正常现象 那么拜登老年痴呆 这也是个正常现象 如果有一天拜登参加了一场会议 他没有打瞌睡 没有认错人 没有说错话 没有认错路 那才叫新闻呢 所以有人说一方面拜登是现任总统 2024年参选 那只能提名他当候选人 你不能不给现任总统面子 而另一方面 民主党也担心拜登选不赢 怎么办 虽然特朗普和拜登的年龄差不了几岁 但很显然 特朗普呢 真是红光满面的 战斗力极强的 所以他们要用司法起诉的方式 帮助拜登抹除掉特朗普这个对手 可是看特朗普现在呢 斗志昂扬的状态 似乎你越起诉他 他就能获得越多的选票 这对拜登来讲 难道真的是个好事吗 民主党难道真的愿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实际上啊 很多人解读说 民主党可能考虑的更深 为什么 2020年的美国大选 特朗普连任失败了 说实话 这是个小概率的事件 因为特朗普此前执政三年 成绩还是不错的 特朗普搞经济还算是有一套的 所以到了2020年之初 特朗普质得意满的认为 自己绝对会轻松的赢得连任 而民主党那边呢 很多大佬都觉得可能不太好选 因此他们纷纷避战 最终让年龄最大的拜登 出来选总统了 很多民主党大佬还解读说 拜登为党服务了一辈子 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选举了 所以就对他进行履让吧 很多人都觉得 民主党是没有什么胜算的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 改变了这一切 而且大家知道吗 2020年11月份 拜登之所以能够胜出 倒并不是因为在美国有多少人喜欢他 甚至选前大家就感觉到了 拜登似乎脑子已经不太正常了 老年痴呆症太严重了 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把票投给他呢 就是因为有大把的美国人感觉到 特朗普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荒腔走板 让他们觉得不能再让特朗普胡闹下去了 所以只要不选特朗普 选任何一个人都行 因此很多人解读说 2020年的美国大选 实际上就是喜爱特朗普的人 和讨厌特朗普的人 共同做出的选择 跟拜登没有什么关系 而这一次呢 民主党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2024年的美国大选 拜登能展示出多少政绩来 不重要 拜登的老年痴呆症 能不能好一些 也不重要 关键就在于 共和党那面 是不是特朗普出来应战 很显然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 在美国国内 是有大把的铁粉的 对于这些铁粉来讲 哪怕你特朗普进了监狱 他们也要把票投给他 可问题是 这些铁粉毕竟占不到一半 不是美国社会的主流 这些铁粉固然能让特朗普 获得共和党的总统初选门票 但是这些铁粉 不足以让特朗普当选总统 所以美国民主党 不断的司法追杀特朗普 会有两个效果 第一 让共和党的选民团结起来 把初选票投给特朗普 让特朗普能够获得 共和党的初选门票 第二 让更多的美国人 了解到特朗普的问题 你说你一个做总统的人 你怎么能有花边新闻呢 你怎么能拿钱去 封人的艳星的口呢 你怎么能把机密文件 拿回家呢 你怎么能怨赌不服输呢 你怎么能不承认 美国大选的结果呢 你怎么能号召你的选民 去进攻国会山呢 所以民主党要争取的 反而是大把的中间选民 通过不断的司法追杀 让他们看到特朗普的丑恶嘴脸 那么接下来 在美国国内喜爱特朗普的人 会团结起来 讨厌特朗普的人 同样也会团结起来啊 到那个时候 民主党虽然推出的是拜登 拜登虽然有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拜登虽然执政政绩很差 可是对于大量的民主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来讲 他们要考虑的是拜登虽然不行 但是也比一个疯疯癫癫的特朗普强啊 民主党显然要把2024当做2020的重演 拜登有没有能力不重要 拜登有没有病不重要 只要大家不想把票投给特朗普 那自然就只能把票投给拜登了 所以虽然特朗普那面宣称啊 民主党再进一步起诉他的话 会让他的支持者变多 会让他很顺利的拿到初选门票 但这实际上也是在民主党的考量之中啊 所以有很多共和党人也看到了这一点 此前就有一位重量级的议员建议特朗普说 现在讨厌你的人太多 即便你轻松拿到了共和党的门票 总统选举你也会失败 而且人家还讲啊 就算你选上了 你不是只能再干四年吗 四年之后根据美国相关法律 你已经不可以再选总统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培养一位党内的年轻人 你不去选而让他选的话 这样有两个好处 因为第一他面对的是老麦的拜登 共和党内任何一个参选人 咱这么讲吧 都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招致全美大量选民的反对 所以这个人当选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而另一方面呢 这个人有可能会选两届做八年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 去做一个造王者 是不是比自己亲自下场要更好呢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共和党内有很多人纷纷想加入到初选之中 也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特朗普虽然在共和党内支持度极高 但是在美国国内讨厌他的人太多了 可问题就在于 一方面民主党不断地追杀特朗普 就是想让他的党内获得更多的支持 而另一方面 以特朗普的性格他能愿意甘居幕后吗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未经许多人 以后的独特朗普 未经许多人 准备 准备